民生消息首先要告诉您 预售屋买卖定型化契约的新制度 在5月1号已经正式上路 新版规定屋檐和雨泽不能够计价 但是可以登记 而消息会认为一旦房子盖好了之后 到时候乘屋买卖的时候 雨泽还是可能会计价 将会变成一国两制 造成市场混乱 因此消息会建议雨泽不要纳入登记 5月1号开始 根据新制预售屋买卖定型化契约的规定 预售屋乌严于雨泽的部分 只可登记不计价 消费者虽开心 却也担心建商会把成本转嫁到其他的费用 虽然你说它雨泽是负责或什么 可是它可以提高房价 不只消费者担心 有专家也发现 目前有些建商会先和买方签 预约订购单收取预约金 但预售屋盖好后 建商才在签成屋买卖契约 就可规避雨泽不得计价的心智 我们认为有签预约单的人 其实我们消费者还是可以居于主张 那么依照预售屋的这样子的一个法律效果 所谓的印记载事项 构成你的契约的内容 新制预售乌买卖定型化契约 除了银行信托外 另增设了不动产开发信托 同业或工会连带保证等等 五种履约保证机制 希望可以保障所有买预售屋的消费者 博销经会发现 新制契约中的履约保证 并不保证房子一定盖得起来 而且无瑕疵 没有任何一种达到的效果是 让消费者可以拿到完工产权 完整物无瑕疵 这样子的一个保证的目的 消费会建议为了避免争议 宇浙应该全面改为直接不登记 另外也建议新城屋和中古屋的 屋檐宇浙也应该要纳入 而主管机关消保会 也应该加强履约保证的细节 考虑新增预售屋完工的保证 让消费者的权益更有保障 记者沈小青 陈昌伟台北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